哈囉大家好 我是路易 各位今天呢 我要來推薦一款非常有趣的手機遊戲 就是我們的 月兔養成啦 那相信大家從名字也可以知道 這是一款放置型的養成類型遊戲 那這款遊戲呢 在6月15號 迎來了我們的一週年活動 那這一次的一週年呢 在全球呢 都新增了全新的伺服器 給各位看一下 無論是我們的韓國呀 日本還有我們台灣 都有新增了新的伺服器 所以呢 非常歡迎 想加入這個遊戲的朋友們 來注入新鞋到這個新伺服器裡面 一同來遊玩這個 超級有趣 讓你不想放置的放置型手遊 月兔養成啦 好 那我們首先 先來給各位看一下 實際的遊戲畫面 好各位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遊戲的實際畫面啦 那後面上看到這一隻兔子呢 就是我們主要要養成的對象 沒錯 這個角色不需要抽角色 就是這一隻兔子 我們要好好的來 把養成起來 那後面上的左邊呢 可以看到非常明確的 就是所謂的主線推進度 簡單的導引你怎麼遊玩這個遊戲喔 那我們前面呢 就照著他的這個指示 一路的 來去做我們這個動作 那就可以順便呢 幫你把所有這個遊戲的功能 介紹給你所知道喔 所以呢 各位就可以照著左邊的這個任務呢 一路的來去往後做推進 那你也可以對這個遊戲 來有更多的了解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再切個帳號 好 各位 那我現在切回來我原本的帳號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遊戲呢 他也有所謂的 零線獎勵 那如果有購買我們這些道具呢 就可以額外再獲得更多的獎勵喔 那這個領取紅利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觀看廣告 來獲取這些紅利的獎勵 好 各位 那我們首先先來領取一下 我們的掛機獎勵 它會在我們的這個信件裡面 然後你們這個零線獎勵 有沒有看到 六十八億的金幣 三千多萬的經驗值 各位 這就是這款遊戲最暴力的地方喔 這款遊戲就是主打爆發性的成長速度喔 會讓你這個數值以及提升 非常的有感覺喔 讓你玩起來真是愛不釋手 先給你看一下能力值的部分 像我攻擊力的等級啊 已經強化到了一千五百三十七等 真的是非常誇張喔 那這款遊戲有個比較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的等級呢 你必須手動的來升級 有沒有看到 我們上面這個 等級的部分 它有這個兩千多趴可以做升級 也就是說 你現在有二十等可以來去做提升 這個部分呢 我們要自己手動的來做提升 那隨著等級提高呢 我們就可以開放更多的內容 那還有我們用邊 這個能力值的部分 也會隨著等級的 來做慢慢的提升 有這個什麼金幣獲得量增加 還有消滅敵人 這個魔力恢復 都會隨著等級的提高 會再慢慢的往後的解鎖 那這款遊戲非常的方便啊 你按這個搜尋的部分呢 這邊都會顯示 這個遊戲內所有的道具 可以從哪邊來獲得 比如說我們要強化能力值在月光的祝福 它就會顯示 你有哪些管道可以來做獲得 那也可以直接搜尋商品 我們就可以來做個購買的動作 或者是直接前往獲得處 它就會顯示 有哪些地方可以做獲得 那當然啊 使用的地方也會直接告訴你 比如說我使用在能力值 就直接點過來了 相當相當便利的一個系統 那這款遊戲 剛剛前面有說了 它是一個放置型的養成遊戲 所以呢 絕大部分都可以用AUTO 來去做遊玩的動作 但是呢 各位請注意看右下角 它總共呢 有六種技能可以讓你做搭配 並且有六個頁面 可以讓你去做組合搭配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選擇輕怪快的 或者是 打BOSS快的 這個遊戲也是有一些BOSS的關卡 你可以做各種各樣的搭配組合 讓你這個玩法呢 有更豐富的選擇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左邊的任務 是要達到五百萬的戰鬥力 但我現在只有三百多萬嘛 那這個遊戲呢 它可以靠商店 來抽取我們的武器 以及技能 來增強我們的戰鬥能力 那我這邊呢 就先抽一下武器給各位看 那這邊啊 一鍵抽取 可以直接選擇 你要一次抽多少張喔 可以省去你非常多的時間啦 那我們一次OE 80張 Let's Go OK 好各位 那隨著這個抽取的次數越多呢 你這個抽取等級啊 會慢慢往上的做提升 那達到指定等級之後呢 都會送你一些獎勵喔 那這邊呢 就會顯示你這個武器 抽取等級 可以獲得的獎勵 那現在呢 有一周年的活動 所以我們抽這個武器呢 也可以累積我們這個 一周年武器 抽取通行證的獎勵 好我們把它領取起來 好 那再來我們換抽我們的技能 技能一樣 我們也可以直接調到最大指 直接OEIN 有沒有 光抽這個就可以直接增加你的戰鬥力了 那技能的部分呢 隨著你這個抽取次數越多 你抽到傳說技能的趴數也會慢慢的往上做提升 OK 那抽完之後呢 那我們這邊來統整一下抽到哪些東西 那這款遊戲的裝備呢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效果 就是呢各位請往下看 它有這個特殊持有效果 就是你只要持有這個裝備呢 它就直接有這個效果了 你不需要裝備 你只要持有就可以獲得這個效果 那我們這邊呢 只要有足夠的合成材料 我們就可以吸得它的這個持有效果 那前面呢因為我有抽了很多的裝備嘛 那這些裝備都可以往上做合成的 我們可以選擇一鍵合成 那它非常貼心啊 就是如果有像我剛才說的 如果有未學習的特殊持有效果的武器 就會直接結束進行 所以不會讓你漏掉你還沒學習的特殊持有效果的武器喔 非常的貼心啊 那我們按一鍵合成 好各位 那我剛剛有停到這個武器上面嘛 有沒有看到 像我這個武器還沒有習得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不會錯過這個特殊持有效果了 我們直接把它習得起來 OK 一個都不浪費 那各位這個裝備的部分呢 它是從我們的普通魔法西喔 這個等級一路往上喔 那每一種等級呢 又會在細分為 低級中級高級以及頂級喔 所以它的合成方向也是這樣一路往上過去的喔 那我們再來換我們的技能 那技能的部分也一樣喔 技能除了有本身它自身的效果之外呢 這個技能一樣有這個持有效果喔 那像有些技能它的持有效果是 經驗獲得量增加 那有些呢 是金幣獲得量增加 那有的是可以提高技能傷害 所以這些技能呢 我們把它全部解鎖 絕對是有好處的 即使你沒有帶在身上 也可以強化你 這些技能啊 也要記得來做一個覺醒的動作喔 那這個技能等級 就只會提升它的發動效果 持有效果必須要靠覺醒 才有辦法提升 那再來我們提升一下 我們裝備的等級 這個就是使用我們的武器強化石 我們直接強化起來 各位有沒有看到 上面啦 光是前面那些任務送的 就來到100多萬的強化石喔 哇 對於提升戰力非常的方便 OK 直接強化到底了 戰力輕鬆突破500萬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 往後面的任務進行了 好 各位 那我現在任務是來到 使用傳送門通過2-7的黑暗試煉 這個呢 就是要通過這個關卡的試煉 來讓你可以到更高階的掛機地圖來掛機 讓你獲取更好的掛機效益 好 那我們現在來通關一場給各位看一下 好 那各位畫面上看到有這個 100隻的這個進度條 以及左邊的剩餘時間喔 所以非常簡單 就是在這個時間內 只要擊殺100隻怪物呢 就可以通關了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可以靠我們的手動 來去把怪物給拉在一起 畢竟我的技能選擇是這種AOE組合喔 所以我們盡量把這個怪物都拉在一起 才可以達到這個AOE的最大效益值 OK 時間一半我們已經來到了72隻 這也是非常輕鬆阿 你只要靠這些資源呢 把你的裝備以及技能都有強化起來 這點怪物的數量阿 不足畏懼的喔 OK 那我們挑戰完成 那他任務的種類就非常多種阿 有像現在的狩獵怪物阿 還有這個強化裝備 強化技能 或者是叫你去點能力值 那還有抽裝備抽技能 但是不用擔心 如果你們遇到這個抽技能 以及抽裝備的任務阿 他前面的任務就已經會先給你 抽武器的這個卷 還有這個抽技能的這個抽獎券 都會先給你 好 各位 那如果像你不小心掛機掛到死掉呢 那就代表這個區域對你來說 這個難度是過高的情況阿 那沒關係 我們可以使用我們的傳送門 可以再回到前面的區域來去做掛機 不然呢 死掉的話會有這個懲罰的喔 所以大家還是要選擇 自己可以到達最大效益掛機的場地 來做掛機是最好的 那這邊都會顯示你掛機 在過程中可以狩獵了多少怪物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數字來去判斷 你在哪個地圖掛機是最好的 那也可以靠這個數據呢 來去調配你掛機所選擇的技能 好 各位 那我再來介紹一下我們這個改版的重點 一週年活動 那首先左上角第一個 插圖拼圖 這個插圖拼圖呢 就是你要完成左邊的任務 那來去解鎖這個拼圖 那累積到一定的拼圖數量呢 就可以獲得右邊這個拼圖碎片的累積獎勵 那第二個活動呢 是隨意轉換符石 你這邊可以選擇你想要的技能符石 但是大家要記得喔 要通過第四章節才可以領取這個符石喔 那下一個呢 是月之國派對大作戰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活動的副本啦 那活動副本呢 它有預設的一些技能 可以讓你做選擇 那選擇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入我們的活動副本喔 但這個副本呢 必須要通過第二章節才可以參加 那副本內呢 可以獲得我們這些bonus的技能 那各位可以選擇這些實用的技能 來讓你這個活動副本可以達到更高的分數 那挑戰結束之後呢 可以看到我們這一場戰鬥的分數 那也會獲得相對應的這個星星 那這個活動分數越高的話呢 就可以解鎖越高階段的獎勵 那剛獲得的星星呢 可以強化我們活動副本裡面的角色能力值 來讓你在裡面有更高的輸出 以便你獲得更高的分數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活動商店啦 那活動商店 就是要使用到我們的活動硬幣 那它可以透過看廣告啊 購買禮包啊 或者是一些任務來取得這個雞尾酒喔 那這個雞尾酒呢 就可以來換取這些 一週年活動商店的內容喔 那再來還有另外兩個 寵物養成活動 以及抓狐狸活動 這個還沒有開放 各位可以盡情期待一下 剩下的這兩個一週年活動啦 好 各位 那任務的部分呢 我們接下來來到BOSS戰的部分喔 來給各位展示一下我們BOSS的戰鬥畫面 那進場之前我們先換一下我們的技能組合 來針對BOSS 進去再換的話 會多浪費這個技能CD的時間喔 所以大家記得進場前 先做好更換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好 那BOSS這邊會有提示喔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手動移開一下 所以BOSS戰的部分呢 是比較需要大家手動來操作一下的 除非你的自身的機體夠好啊 那大家只需要做這基本的位移 來躲開這些範圍攻擊呢 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了 OK 通關 有沒有 這個難易度都是非常輕鬆的 OK 那通關之後呢 我們的RANK也跟著做提升喔 我們就可以開放更多的內容 以及我們這個實裝 當然也可以獲得我們月光的祝福 那除了我們這個主線任務的戰鬥之外呢 我們還有我們額外的戰鬥副本 像是我們的成長副本 那每天呢 他都會補充三張 可以通關成長副本的鑰匙 那當然也可以透過其他管道來做取得 那如果你有達成這個S等級的話 就可以使用我們的掃蕩功能 那我們來掃蕩一下 OK 那掃蕩的時候呢 就可以獲得你S等級可以獲得的獎勵喔 那再來還有我們的技能副本 就可以獲得我們的技能書 那一樣也是要通關S級 才可以獲得掃蕩的資格 那第三個呢 是我們的金幣跟經驗值副本 這個比較不同的是 他掃蕩獲得的量呢 是你通關之後獲得的金幣以及經驗值數量 那這個數量呢 會隨著你黑暗試練的這個層數越越高 裡面的經驗也會越來越豐富 但是記得你往後通關之後呢 要進去打一下 刷新一下你目前獲得的最高金幣量 以及累積經驗值 像我現在來到了3-1了嘛 那我們現在進去一下 那各位這個金幣關卡呢 是不看你的攻擊力的喔 是每一隻兔子呢 都要打7下才能夠擊殺 所以呢 這邊比較看重的是你的技能 以及你的攻擊速度喔 還有各位有沒有 通關之後呢 他就刷新了我們這個金幣獲得的量 還有我們經驗值的部分 所以各位呢 記得你如果有繼續往後推到下面的關卡的話 那要來重刷一次這個金幣還有經驗的副本 來更新你這個掃蕩可以獲得的數量 好這是我們掃蕩一下 我們直接獲得 430億的金幣 還有2400萬的經驗值 非常舒服 好啦各位 那以上就是大致上我們這個 月兔養成的遊玩實際畫面囉 那雖然這款遊戲呢 是2D風格喔 但是他的這個技能華麗程度 也是相當不錯的喔 真的會讓人有種 越玩越上癮的感覺啊 那喜歡這款遊戲的朋友們呢 千萬不要錯過了 趕緊點擊影片資訊欄下方的連結 來下載這款 又放鬆 又有趣 又好玩 又可愛的 月兔養成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各位 我剛剛又花了一點點時間 玩了一下下 哇 各位請看左上角 我的戰鬥力來到了 6億7千萬啊 OMG 我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玩一玩突然 戰鬥力就爆表啦 我當我第一次爆表的時候 是我抽到這個 傳說武器的時候開始啊 穿了傳說武器 我傷害整個不一樣了 原本是死屍嘛 我一穿上傳說武器之後 哇這個戰鬥力真的差超級多的 OMG 還是蠻建議大家可以來抽裝備喔 因為武器抽取等級4的話 就是送我這一把傳說武器 哇我現在 這個戰力 打這些怪真的是 輕鬆虐你們知道嗎 哇這個傷害變超級超級高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這款遊戲真不愧是 爆發性的成長速度啊 真的不得了 太狠了 不過玩到現在我才想起來 我都忘記更改我的遊戲ID囉 我的暱稱還是一頓亂碼 剛開始玩的時候忘記取了 那我們來改一個名字 路易路易 OK 確認一下是否重複 欸